咱们今天讲一个比较离奇的故事吧 这个故事是我从二叔那里听来的 现在想起来还不哈而立 说是一个人去深山里面 无意间发现一座大寺 里面供奉着一尊异俗菩萨 耸人的是 那尊菩萨竟然活了过来 还跟那个人说了一个滔天大秘 这个秘密影响深远 并且牵扯甚大 那个人离开之后 他的子嗣也慢慢地繁衍开来 形成了一个家族 一直到现在 那个家族的后人还在各地走动 只是行动诡秘 不为外人所知 这个家族被称为怀养真家 他们家族的人又被称为活死人 之所以叫做活死人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族掌握一门奇数 可以诫命衍生 另一方面 活死人这三个字 也暗示着关于那个秘密的终极真相 我二叔年轻的时候 曾与那个家族的一位成员有过命的交情 前不久 他带我前往河南淮阳 参加真家私下举办的一个护士 路上跟我聊起关于这个家族的一些往事 据说真家的先祖是一个木匠 后面我就叫他真木匠吧 那是清末民初的时候 军阀混战 民不聊生 真木匠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手艺人 在乱世中挣扎求生 以此他去外地给人做活 因为那个地方比较偏远 在一座深山之中 回来的时候 真木匠在山林里转来转去 竟然迷路了 在那个年代 人口稀少 光天化日之下 都有各种吃味亡粮显现 而在那种深山老林里 更容易遇见一些说不清 到不明的东西 真木匠一个人在山林里转了老半天 眼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了下来 心中也坦得不安 可就在这时 他隐隐看见远处山林中 似乎有房屋的影子 他当时喜从中来 也没来得及想 深山老林里哪里来的房子 忙不迭往那里跑 靠得近了才发现 那竟然是一座大寺 铜门紧闭 古朴幽森 静静地坐落在深山之中 到了门口 真木匠回过神来 打量了下这座大寺 心中慢慢感觉不对劲 这座大寺看样子有些年头了 是什么时候坐落在这里的 为什么从来没有听人说过 再看看四眼上雕刻的浮雕 全部都是痴魅亡凉 妖魔鬼怪的形态 在昏尘的月光下 整座大寺透着一股浓烈的邪性 而在寺门上方 悬挂着一幅 张许宽的青铜横扁 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 山鬼寺 真木匠品嚼着这三个字 一股寒意就从心底漫了上来 这座寺不是给人见的 他越想越慌 在北山里的夜风一吹 背上刷刷地开始冒着冷汗 两条腿打着抖 就像夺路而逃 偏偏就在这时 那座大寺两扇紧闭的铜门 在他眼前搁吱一声 缓缓打开了 透过门缝 隐隐看到 里面绵延不知多元的青石古道 两旁分次坐落着高大的香炉石像 还有尽头重重叠叠的庙宇楼台 真木匠当时哪里还敢进去 转身摸索着 就想离开这座诡异的山鬼寺 可耸人的是 他无论从哪个方向走 走两步就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心里明白 这是遇见鬼打墙了 当时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都流传着各种痴魅亡俩的事迹 老一辈的人说 遇到这种事情 不能急也不能慌 稳住一口气 迎难而上 那些鬼怪什么的 也害怕人的洋气 再加上真木匠 从事木工这一行这么多年 在古代 木匠用的工具 都具有辟邪针杀的功能 想到这里 真木匠一颗荒弯的心 也慢慢平静下来 咬着牙 从身后工具箱中 取出两件东西 一是末斗 就是用来测量长短 定正值的工具 在古人看来 这东西带正气 诸邪回避 二是作活的斧头 这把斧头真木匠用了二十多年 不知削过多少木活 刀刃上至今还带着一抹寒光 俗话说 力气在手 杀心自弃 真木匠手上攥着这两个东西 感觉胆气也足了起来 嘴里一边骂着各种乌颜晦语壮胆 一边硬着头皮 踏进这座山鬼寺中 建了寺门 脚下全是一张大小的青石板 扑起得整整齐齐 形成一条青石古道 古道两旁坐落着一人高的石质香炉 一直蔓延到第一座庙宇前 一共有二十四座石质香炉 每座香炉后面 还有一尊真人大小的石像 身着链子铠甲 头上戴着奇异的头盔 那些头盔 有的是无常鬼面 有的是鸾鸟奸会 有的是猙獰异兽 种种样式稀奇古怪 难以言说 真木匠深吸一口气 目光摇摇看着青石古道尽头的那座庙宇 那间庙宇的门是开着的 透过扮演的门眼 看到里面隐隐透着微亮的光芒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中有个预感 要想离开这座诡异的山鬼寺 无论如何 要去那座庙宇中看一下 真木匠也是个果决的人 当下大步朝着那庙宇走去 一路上有意无意地防备着两侧的石像 谁知道那些头盔下面 是不是还藏着什么邪物 一片寂静 只有他自己的脚步声 回荡在这个空旷的大寺中 真木匠眼看着自己 越来越接近那个庙宇 心中也微微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他余光不经意一秒 赫然发现就在身旁一座香炉的耳上 挂着一个锦囊 他鬼使神差的上前 将那个锦囊取下来 这个锦囊也不知是什么料子做成的 摸起来还透着温热 似乎刚从人身上取下来一样 隐隐有女子的体香传来 锦囊上面的绣花繁琐考究 闻的图案更是来历陌生 那是一只无头黄鸟 黄鸟展翅与飞九天之上 本是大吉大利之兆 脖梗上却空无一物 看起来诡异甚人 似乎在预示着什么不祥 真木匠握着这个锦囊 心神一荡 耳边隐隐听到一个女子的清晓声音 如鬼如魅 甚人心魂 他连忙回过头 可哪里有人的影子 真木匠脸色变化了几次 犹豫了下 还是将锦囊收进怀中 沉着脸来到第一座庙宇前面 顿了顿 推门而入 这间庙宇也不大 入木处空旷死寂 只是中间摆放着一座高台 台前放着一座香炉 台上坐落着一尊真人大小的尼俗菩萨 诡异的是 香炉中有根一枝粗细的残香 已经快烧到尾部 还在须须往外冒着清烟 之前真木匠在外面看到的微光 似乎就是从残香上传来的 只是这座大寺 不知多久没有人结了 这根残香是谁点燃的 又燃烧了多少年 真木匠皱着眉头 总感觉这座庙宇中 哪里不对劲 但他一时又说不上来 是哪里不对 只是鼻中闻着香炉中 若有若无的檀香味 感觉心中的不安 似乎也慢慢平息下来 他在这间庙宇中 又逛了两圈 什么也没有发现 加上刚才一路奔波 又累又困 忍不住就想找个角落 先睡上一觉 等明天起来了再说 当下真木匠查看了一下 没什么问题 转身将庙宇的木门关上 找了一个角落就眯了起来 可没等他睡一会 耳边突然响起一道炸雷 剧烈的雷光 将整间庙宇都闪成一刹那的白昼 真木匠蓬松着双眼朝门外望去 就这一望 他整个人都清醒了过来 隔着木窗上的绸布 外面不知何时 出现一个巨大怪异的身影 正一点点地从庙宇前挪动而过 真木匠连忙站起身 顺着那个巨大身影挪动的方向 又跑到这间庙宇的后面 那个巨大的身影 也不知是什么东西 身去巨大无比 竟然从四连八方 将这间庙宇包裹了起来 不断地向里施压 整间庙宇在一股巨力的作用下 不断发出咯吱咯吱的颤抖声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解体 与此同时 一些扭曲的黑影 疯狂地拍击着这间庙宇的木门木窗 不时从头顶传来剧烈的撞击声 真木匠手足无措地看着这一切 心中说不怕那是假的 只是现在他被困在这间庙宇中 就算能够逃出去 外面指不定有多少邪物 他又拿什么对抗 在慌乱中 真木匠心中突然一动 扭头看向身后高台下的香菇 里面那根已经快烧完的残香 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尾部 不知何时悄然熄灭 他又抬头看了下高台上那尊尼俗菩萨 也是这一看 他才突然醒悟过来 刚才进来的时候 是哪里感觉不对的 就是这尊菩萨 真木匠从小为别人做木工火 也雕刻过不少庙里的佛像 像菩萨在佛法中 化身无量无边 有男有女 但是庙宇中一般都是女像 娶慈悲 普度众生之意 而这间庙宇中的菩萨 却是男像 脸庞刚毅 有不怒而微的威严 仅仅这样也就罢了 最关键的是 庙宇中的菩萨 一般都是眉与低垂 俯视群生 太平广记中就曾有问 金刚何为木木 菩萨何为低眉 而他眼前的这尊菩萨 真木匠清吸一口气 看着那尊泥俗菩萨 菩萨眉目高耸 目光直视远方 又气吞山河之气势 就像 就像一个活人 真木匠脑海里 突然闪过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猜测 他又扫了一眼香炉中 那根已经熄灭了的残香 难道说 正是因为这根残香熄灭了 才导致这尊菩萨镇 捕住外面那些邪物 他咬咬牙 心中意狠 反正外面那些邪物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要破门而入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当即从身后工具箱中取出火石 颤着手摩擦着 试图点燃那根已经熄灭了的残香 似乎察觉到他的举动 外面的一响越发激烈 真木匠闷声不吭 心中憋着一股劲 那根残香只剩一个尾部 他摩擦了好几下 才堪堪把这根残香点燃 一片死寂 庙宇外的一切异响 在这根残香点燃的瞬间 戛然而止 真木匠心中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 豁然倒地 只顾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还没等到喘两口 一道碎裂声 在这间庙宇中突兀响起 就像是世间最完美的瓷器炸裂的声音 真木匠难以置信地抬起头 在他的目光中 高台上那尊尼苏菩萨的额头 不知何时 突然炸裂出一道裂缝 裂纹随即布满整张面孔 接着是全身 砰的一声 那尊尼苏菩萨就在真木匠的目光中 支离破碎 化作一地尘土 还没等真木匠反应过来 一团无比璀璨的光芒 从尼苏菩萨原先所处的地方 豁然照出 冲破庙宇顶部 仿佛要扫尽一切黑暗 将白昼照破世间 在这一片光芒中 一个男子缓缓走出 他一身白衣 长发蔓延至腰身 无风自动 只是虽然近在咫尺 却让真木匠有种相隔天涯万里 窥见山河日月之感 这种错乱的感觉 让真木匠忍不住俯下身子 趴在地上不住颤抖 只听那个男子轻吟道 我有明珠一刻 久被尘牢关锁 今朝沉浸光声 照破山河万朵 真木匠虽然没学过几个字 但也能感受到 这简单几句诗中 包含的意境之深远 傲益之广大 更有一种窥破一切 中的圆满的大自在 大喜悦 他浑身一颤 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菩萨活了 不知过了多久 一切意向消失 真木匠耳边又响起那个男子的声音 使你点燃的残香 声音清冷如冰雨交集 高如明月在天 远如星河在野 真木匠唯唯唯诺诺地 把自己怎么误入这座山鬼寺 怎么借宿在这间庙宇中 半夜遇见邪物为妙 点燃残香的事情 一股作气全部交代出来 然后又忍不住偷偷抬起头 打量了一下这个男子 这一打量就奇怪了 之前的男子气质如仙人临世 不沾红尘 让人不敢直视 可现在高台上的男子 好像把所有的不凡都内敛进去 就如同寻常人家一般 真木匠心中突然想起一句话 见天见的见众生 如果说之前的男子是天地 现在的他 就是众生哪 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变化 但真木匠还是毕恭毕敬地垂下头 不敢表露出一点不敬 他隐隐感觉这个男子的来历 或许是惊世骇俗 那个男子似乎没有看到真木匠的小举动 又或许他看见了也不在意 他轻声对真木匠说了几句 就这几句话 让真木匠浑身俱阵 明白这个男子的来历 原来这个男子就是传说中 那些不问凡事 只修天道的高人 这个男子自幼修天道 以天地万物为师 以山河日月为友 不知经历多少寒暑 自人一身道横进无可进 于是立下一个宏愿 他要踏遍千山万水 收集珠般奇门艺术 将之融会贯通 开创出十二道惊天奇术 每一术都要在某个领域登峰造极 前六术包罗万象 俘虏阵法无所不赦 后六术主修自身 祝他直通仙门 男子不知寻找了多少避世道统 获得他们的不传之密 又不知花费了多少光阴精力 终于开创出十一道奇术 眼看就要大功告成 可他却在这时误入离处决地 一处千古未有之决地 那是两千年未有之地 堪称地下皇朝的地方 在那里 他遇见了平生罕见的大敌 也是一位恐怖之急 人世间最匪夷所思的存在 男子与那位大敌大打出手 虽然历经波折将那位大敌封印在三泉之下 但他自身也身受重伤 不得已 男子远顿千里 希望能够寻找一处无上宝地 祝他修复真体 只是像他这般实力的人 一旦真体受创 天下间可以帮他的地方屈之可数 要么是地底阴脉 要么是天底之桥 要么是闺须海眼 这种万事难得一见的地方 又如何能轻易寻到 或许天不忍见 男子学究天人 却要黯然陨落 男子竟然在将死之际 寻找到一处实觉禁地 山鬼寺 男子说 这座山鬼寺是当年佛宗高人所建 镇压十方邪物之地 最里面甚至埋葬了一个 与佛宗至关紧要的秘密 所幸男子并不需要知道这个秘密 他只需要其中第一间庙宇中的尼俗菩萨 那尊菩萨历经佛宗高人加持 上面不知堆砌了多少佛子佛宗留下的真言念力 如能得知 不仅可以助男子恢复真体 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 男子由此开创出十二道奇术中的最后一道 也就是主修自身的第六道奇术 经门上六 此书又被他称为不死之术 这种奇术可以将人的身体融合到山川湖海 那些奇异的所在上面诫命延伸 只是还有一个极大的隐患 就是这尊菩萨 本来是当年的佛宗高人留下 镇压这座山鬼寺十方邪物的关键 如果被他这么寄生上去 那些邪物没有镇压 就会脱窥而出 倒是整个山鬼寺都会因此迎来一场浩劫 甚至波及外界十万大山 疑惑无穷 男子为以防万一 特留下一根长枪 代替这尊尼祖菩萨镇压诸邪 只是男子也没想到 自己这一记生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年 那根长枪日夜燃烧之下 也堪堪只剩下一个尾部 也就在真木匠来的这天晚上 长枪熄灭 群邪复苏 如果不是真木匠最后点燃那根残乡的尾部 那些邪物冲进这间庙宇 即便是男子也要生生陨落于此 所幸 那一刻终究没有来临 男子也因此破关而出 功德圆满 真木匠听到这里 盈盈感觉这个男子跟他说这些 只是看在他燃香的份上 或许下一刻就会鸿飞鸣鸣 人间再难相见 但他感觉 这或许是他这辈子 所能遇到的最大机缘 于是不顾一切地匍匐在地上 再三恳求那位男子收他为徒 待他同修天道 男子似乎早就知道真木匠会这样说 道真木匠对他有燃香之远 却无师徒之分 他会传给真木匠自己开创的一道奇术 就是那道经门上溜 了却今日勤奋 真木匠本来只是一介木匠 能得到一道奇术已经心满意足 只是他眼看着一位天人般的人物 就这么出现在自己面前 却不得不相视于天地间 还是忍不住悲从中来 男子道 时间本无不散之宴席 他虽然受制于天意 不得不马上要离开此地 但临走之时 还有两个夙愿未了 如果真木匠可以帮他完成 将来也未尝没有再见之日 这两个夙愿 一是他那位平生罕见的大敌 当日那位大敌躯体残缺 所以才被他得手 封印在三圈之下 但男子算出 将来某日这位大敌 还会重回世间 到那时 那位大敌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修复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达到最强状态 另一个夙愿 就是这座山鬼寺 男子虽借山鬼寺 这尊尼俗菩萨功德圆满 却无法再偿还一尊一模一样的 只能再点燃一根长香 但这却不能一劳永逸的法子 终有一日 长香会再次熄灭 而男子传真木匠经门上溜 就是希望在他走后 真木匠可以代替他 守护这座山鬼寺 同时寻找那尊大敌 重回世间的消息 男子说完这些 外面早已蓄日高升 真木匠这才发现 他们不知何时 竟然身处山林之中 之前那座山鬼寺 早已不见踪影 而阳光下 那位男子的身影也茫茫隆隆 如水中月 镜中花 仿佛下一刻就要消失无踪 男子最后看了一眼真木匠 叹息一声 到今日缘分已尽 让他务必记住这两个夙愿 将来还有重建之日 严禁 男子就在真木匠的目光中 突兀消失 仿佛从来没有出现在这个世间一般 原地只遗留了一根长香 还有一卷竹简 竹简上面记载的 正是男子最后留给真木匠的金门上六之术 我听完二叔道完这则新秘 心中早已惊涛海浪 忍不住问道 二叔 你说的这个男子 就是当年那位开创金门十二叔的奇人吗 那位真木匠 就是后来开创淮扬真家的先祖吗 二叔点点头 巴搭了下嘴中的烟枪 自得道 是啊 如果不是当初我抢拉着真家的老小子 灌了他三斤白酒 这老小子怎么可能把这等新秘都跟我吐出来 我深吸一口气 说道 那位男子临走时留下的两个夙愿 一个是山鬼寺 一个是那位生平罕见的大敌 也不知真家有没有 二叔磕了颗烟枪 悠悠道 天塌下来 有那些高个子顶着呢 你小子担心个什么 山鬼寺有那根长枪镇着 没个十年八年 出不了什么篓子 而那位大敌 指不定还沉在三拳之下 哪有那么容易上来呢 我看着二叔一脸悠哉的表情 也微微放松了下来 只是心中总有一个巨大的阴影 挥之不去 那个恐怖至极 人世间最匪夷所思的存在 真的就会这么容易 被封印在三拳之下吗 他残缺的躯体 又需要怎样的代价 才能够恢复 如果真到他重回时间的那天 人世间还有其他的存在 可以与他抗衡吗